我們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外觀的部分 那我們先來分享一下外觀的部分 那我們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外觀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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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先來分享一下外觀的部分 那它整一個 那我們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外觀的部分 那它整個機身呢全部都是塑膠 那我們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外觀的部分 那它整個機身的做工都是塑膠 那我們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外觀的部分 那我們整個機身全部都是塑膠 那我們的左手邊呢有一個四分之一螺壓 下方也有一個四分之一螺壓 然後我們整個下方有一整排的散熱 就是由塑膠挖洞可以讓空氣流動然後散熱 那我們後方也有一個大片的散熱的地方 那我們後方呢有 我們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外觀的部分 那我們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外觀的部分 那我們整個機身全部都是塑膠做工 那我們的左手邊呢有一個四分之一螺壓 下方也有一個四分之一螺壓 然後我們的下方還有一整排的散熱 那它不是什麼金屬啊散熱的 它就是一些塑膠的孔洞這樣子 那我們後方也有一個大片的塑膠孔洞 可以讓它來散熱 那後面還有兩個旋鈕 就是一個是設定 一個是 那我們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做工的部分 那它整台機身都是塑膠 那我們的左手邊呢有一個四分之一螺壓孔洞 那下方也有一個四分之一螺壓孔洞 可以讓你安裝各種奇怪的東西 那下面還有一整排的 那下面還有一整排的 那下面還有一整排的散熱孔洞 就是它 那下面還有一整排的散熱孔洞 那下面 下面還有一整 下面有一整排跟 下面跟後方有 那下方跟後方有一大片 下方跟後方有 下方跟後面都有預留一些散熱的空間 就是它有一些孔洞 可以讓我們的空氣流通 讓它不會過熱 那我們 下方跟後方都有流 那下方跟後方都有留一些散熱的孔洞 那下方跟後方都有留一些散熱的孔洞 讓它可以 那下方跟後方都有一些散熱的孔洞 可以讓它更有效率的散熱 那燈的 那又 那燈的右邊呢 燈的右邊呢 有一個開機按鈕 我們常按就可以開機 那我們 那我們 那燈的右邊有一個開 那燈的右邊有一個開機按鈕 我們常按就可以開機 那我們開機按鈕下方有一個光繪模式的按鈕 那他 那麼燈的右邊有一個開機按鈕 我們常按我們就可以開機 那我們 那麼 那麼 那麼燈的右邊有一個開機按鈕 我們常按 我們就可以開機 那開機按鈕下方有一個光繪按鈕 光繪按鈕就是你按下去 它就會洗掉 那你放開它就會照 那麼燈的右邊有一個開機按鈕 那麼燈的右邊有一個開機按鈕 我們常按就可以開機 那我們開機按鈕下方有一個光繪按鈕 光繪按鈕我覺得還蠻酷的 就是你不用開機關機開機關機 如果你會需要 那麼燈的右邊有一個開機 那麼燈的右邊就有開機按鈕 我們常按就可以開機 那開機按鈕下方還有一個光繪按鈕 我覺得還蠻特別 就是我們按下光繪按鈕它就熄掉 那放開我們又持續照媒 所以你就不用 那麼燈的右邊有一個開機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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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我們按下去 那麼燈的右邊有一個開機按鈕 我們常按就可以把我們的燈開啟 那我們燈 Jesus Christ 那麼燈的右邊有一個開機按鈕 我們常按就可以開機 那我們燈 What the heck 那麼燈的右邊有一個開機按鈕 我們常按就可以開機 那我們開機完之後 我們下方還有一個光繪按鈕 那我覺得這還蠻特別的 就是你按它它就會熄掉 那你放開還有照起來 What the heck 那麼燈的右邊 那麼燈的右邊有一個開機按鈕 我們常按就可以開機 那我們開機完之後 我們下方有一個光繪按鈕就可以作用 那光繪按鈕就是你按下去 它就會熄掉 那你放開就會亮起來 所以你在光繪彩繪的時候 長時間曝光 你就可以這樣子開開關關 然後來畫你想要的東西 而不用去開關你的電源 或是調整你的亮度 我覺得是還蠻特別的東西 在其他燈是沒有看到這種東西過的 那最後 那右手邊最後還有一個Type-C充電 那最後 那我們燈最 最後 右手 那右手邊還有一個Type-C充電 那右手 那光繪按鈕下方還有一個Type-C充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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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所有操作都是右邊 那這整個操作 我們所有操作 我們所有的操作都是用後面這兩個旋鈕 我們所有的操作 在這燈上面所有的操作都是用後面這兩個旋鈕來做控制 那我們的右邊這個主要就是調亮暗明度的部分 那你按下去的話 你可以切換不同的模式 像是CCT模式啊 那像是CCT模式 像是CC 像是CCT模式啊 燈泡故障模式 像是CCT模式啊 燈泡故障模式 顏色輪迴模式 警察燈 有CCT 有CCT模式啊 有CCT模式啊 故障燈泡特效 色彩輪迴特效 警察燈特效 衝迴特效 色彩輪迴特效 是CCT模式 所以我們有 那我們 左邊這個旋鈕 左邊這個旋鈕主要就是控制 左邊這個旋鈕主要是 左邊這個旋鈕就是在控制你 那一個 左邊這個旋鈕主要就是在控制 那一個 左邊這個旋鈕就是在 那一個模式裡面調整一些參數 左邊這個旋鈕就是在 左邊這個旋鈕就是在 左邊這個旋鈕就是在控制 你在那一個模式裡面 設定 左邊這個旋鈕就是在 左邊這個旋鈕就是可以控制 你在那一個模式裡面調整 左邊這個旋鈕就是在 左邊這個旋鈕就是調整 你在那一個模式裡面 左邊這個旋鈕就是可以控制 左邊這個旋鈕就是控制 你在那一個模式裡面 左邊這個旋鈕就是控制 你在那一個模式裡面的 細微調整 像是我們在 在CCT模式我們就可以調整 我們的色溫 還有我們的 Green跟Magenta 綠色跟陽紅的調整 在這裡 我們來看 現在有一個一個旋鈕 我們在那邊 我們在這兒 我們在這兒 有一個旋鈕 我們在那裡 好 好,那我們就來深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深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功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分享一下他到底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分享一下這個Pudding V2到底有什麼 等等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分享一下這個Pudding V2到底有什麼功能可以來設定 那我們先從CCT模式開始 那CCT模式我們最低可以到3200K 最高可以到6200K 還算OK的調整區間 那我們的明度呢?亮度啦 亮度的部分我們可以從1%0%1%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深入分享 那我們就來深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分享一下他的所有功能的部分 那我們就先從CCT模式開始 那我們CCT色溫可以從3200K一直調到6200K 那我覺得算是還OK的色溫調整空間 那我們的明度呢? 那我們的明度呢?就是我們的Dimmer 我們可以從0%1%慢慢慢慢的增加上去 所以我們最暗就是1%不會像有一些便宜的攝影 但是他可能最暗 OK那接下來 OK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分享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分享一下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分享一下這台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分享一下這個布丁口袋燈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分享一下這個布丁V2它的功能 那我們就先從CCT模式開始 那我們的色溫調整可以從最低的3200K一直調到6200K 我覺得算是還OK的色溫調整空間 那我們的明度呢? 那我們的亮度呢?可以從0% 那我們的亮度可以從0%開始1%1%的慢慢增加上去 不會像是有一些便宜的攝影燈 可能一開始就是15%甚至20% 就你沒有辦法很暗很暗 那這一盞燈是OK的 它可以從1%幾乎沒有亮的亮度開始 那它的亮度調整呢?可以從1% 那它的亮度調整可以從0%開始 1%1%慢慢的增加上去增加到100% 那它不會像是有一些便宜的攝影燈 那它的亮度呢?可以從0開始 那它的亮度調整呢?可以從0%開始 1%1%慢慢的增加上去 而不會像是有一些便宜的攝影燈 它可能一次就是從10%開始 然後一次跳就可能5%5%之類的 那這個可以1%1%慢慢的調整 而且你如果要非常非常微弱光線的話 它可以只有一%就還蠻好用的 那它的亮度調整可以從0%開始 1%1%1%慢慢的增加上去 而不會像是有一些便宜的攝影燈 它可能一開始就是10%或15% 20%之類的 所以在暗部 你想要 那它的亮度調整可以從0%開始 1%1%慢慢的增加上去 而不會像是有一些便宜的攝影燈 它可能一開始就是10%或是20% 所以就是一個很亮的狀態 那這一盞燈 那亮度調整的 亮度調整的部分它可以從0%開始 亮度調整的部分它可以從0%開始 1%1%慢慢的增加上去 就不會像是有一些便宜的攝影燈 它可能一開始就是15%或是20% 很亮很亮 那你沒有辦法拍攝一些 它不會像是一些 它不會像是一些便宜的攝影燈 可能像是 它不會像是一些便宜的攝影燈 可能一開始亮度就是15%或是20% 在拍攝近距離的時候 可能就會太亮 那這一盞燈就沒有這個問題 那這一盞 那這CCT模式 CCT模式左邊按 那這台是RGBWW攝影 那這一盞是RGBWW 那這一盞是RGBWW的攝影 補光燈 所以它可以來調整 那這一盞燈是RGBWW 所以我們可以來調整一下 我們的Green跟Magenta的 那這一盞燈 那這一盞有我們的 那這一盞 這一盞 這一盞 這一盞口袋燈也因為它是RGBWW 那這一盞口袋燈它是RGBWW的 那這一盞是RGBWW的 口袋攝影燈 所以它也可以來調整 那這一盞是RGBWW的 口袋攝影燈 所以呢它 這一盞是RGBWW的 這一盞是RGBWW的 口袋攝影燈 這一盞是RGBWW的 口袋攝影燈 所以它也可以來調整一下 我們的Green跟Vangenta的 色偏調整 這個意思是RGB 就要看來是RGBWW的 這盞口袋燈 是RGBW的 這個意思是RGBXD 那一盞口袋燈 那一盞口袋燈 就要講到 這個意思是RGBT 是RGBT 所以我們可以來調整一下 那一盞口袋燈 所以我們可以來調整一下 那它的調整是 那它的綠色跟楊紅的調整 它的綠色跟楊紅的調整是正負石來調整 那一次的調整區 在現場的調整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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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